大家好,很久不見,我是玩具TV的阿Ku 第一次直播,而且我這邊的上網也不是十分好 所以多多屈就一下,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有沒有人可以回覆到我的東西 看看,是不是正在直播 我看到有觀眾 很簡單,我們現在在門口給大家看一看 這裡就是大門進來 現場也很虛陷 這個位置,現在在辦一個簽名會 這個簽名會是兩個來自韓國的Cosplayer 出名的,應該之前大家都見過的 有機會上網,就是不知火墓 但因為她原本要穿不知火墓套衣 但是因為這邊馬來西亞比較保守的國家 就不能太暴露 對,好了,這樣吧 好了,我們開始逛逛這個展會 為大家直擊了 我教一下鏡頭 好,很簡單 直走 先拍一拍大會 先拍大會 好,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這個就是大會 現場又放了幾隻 Justine Legend的1比1的Figure 好,一進去 第一個攤位 就是我們香港很多人熟悉的Hot Toys 但是因為馬來Hot Toys 就是代理幫他們買的 所以其實相信很多產品 大家可能在香港的secret base 經易或者上網都看到了 有Justine這產品 因為代理擺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新產品擺出來 是的,那都是一些正常的產品 不好意思啊,因為我這支自拍棍 第一次用了 那所以 比較有少少難控制 那你這裏見到這個Hot Toys的代理 來吧 按這裡 因為我的接棍不是跟著我的人的能力 所以比較麻煩 好,那整場的主打攤位 就是Palm One Studio 那我相信如果前一天有看其他直播行有 都看了北京那邊Palm One Studio 很多不同的產品 那我這邊也看一下 它是最大的 一來就有新的Palm One Studio 來的一隻日本版的Batman 你看 這隻木叉很大 那它最正是哪個位呢 就是這個位 這個位呢 它就有一個 應該是 因為圖畫面沒看 但我猜這個應該是 小丑裡面的造型 那這隻真的很巨大 尤其是 它去到頂端這個位 真的很高 那我們走進去 開始看了 然後還有這個 Spider-Man的系列 這隻 未來版的Spider-Man 那這隻的特點是什麼呢 其實我留意了很久 它最漂亮 是地台 這個地台 這個位呢 是會保持著 會用不同的燈效 你會見到 有綠色 紅色 黃色 它會不停地轉這個燈效 所以是很正的 這個就是廠商一些 一些小小的 兼蜜位 然後去到 Venom 這隻是 我見過最大的 Venom 的Status 你會見到 它這裡 有很多 不同的 分件位 到時候 我猜出貨的時候 應該要磁石 這樣 這是我估計的 但是 最棒呢 是它的舌 它的舌 我留意了很久 它應該是 整條離陷透明件 去做出來 再噴透明粉底 用很多不同的顏色照 只不過 在最入這個位置 用很實色的方法去做 但是這些位置 就透明 所以你看它的口水 很正 它有很多細位 攀溫在這一隻 下了很多細位 它在一個水龍頭 爆出來 防毒液 你會見到 所以這隻 是很棒的 我來個軟縮 很震撼的 你看到很多其他人 所以看到這隻的比例 這隻 到第二隻白色的 這隻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這隻 應該是 都是Venom來的 但是這個是第二個造型 或者第二個故事 的Venom 這個我不太清楚 這隻Venom 就跟Sideshow 一起Cross over 這隻 但是你問我 我就喜歡黑色那隻 因為黑色那隻 用舌頭都比較精細 一點 口水 右邊就是 平時我們一直都有看的 Transformer Operman 這些我們就不用說了 接著 新系列 台灣新系列 動漫版的一個 Superman系列 它是DC的 它會做了很多 Batman和Superman 這裡有Stone 很大隻的 其實它的Batman 是會有一枝 Superman的 爛了的旗 其實Suppose 是插在這一邊的 但是因為 太大隻 旗太大隻 那廠商 它就不能插出來 因為怕頂到人 如果它插在這個位置 會頂到人走路 所以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隻旗 它又擺在桌面 對 你在鏡頭就能看到 那 第二款 這款厲害 這款我目測應該接近 有90cm高的Superman 那一如無意外 我沒有記錯看官圖的時候 是雙頭雕的 這一款 是邪惡版的Superman 它是被毒藤女 去魔化了 所以你看到它的頸 是有些毒藤 在這裡 那這隻Superman 它有兩個頭雕 它一個就是邪惡版紅色 它是直望的 另外 換了頭之後 它是向下看 是虎視的 那如果 這一隻我自己喜歡 就虎視的狀態 昨天是放了一個虎視的狀態出來 因為這東西是90cm 如果你放一張平時 這麼高的桌子 它虎視看下來 是很煞氣的 那它抱呢 還有鐵線 旁邊這些位置 全部下了鐵線 那你自覺可以扭 你想要的抱的形狀 那因為是毒藤女的關係 所以你看到一個base 都有很多毒藤女的東西 在這裡 這隻Superman厲害了 這隻就是 我走遠一點給大家看 大家的比例 是多誇張 好了 這個系列還有的 地台相關 在後面的base 這個base也是Superman的 然後有一隻高 就一定有一隻低 那就去到Batman了 那去到這個系列 我覺得是屬於主角 這隻也很美的 而市面上 就是比較少產品的 毒藤女 是啊 毒藤女 是Batman那個 這裡的產品 這裡的產品 它最美的仔細 就是它的食人花 那因為iPhone的問題 我給大家看不到 那個精細的仔細度 它每一個都油了一些 另一面油和透明件 令到這些花 比較再血腥味 比較重 現在很少 雕像公司 會這樣做 比較少 這類型的產品 還有做法 也是 還有做法 這類型的公司 馬克斯 旁邊 就是去到 Pound 1 和第二間公司合作的 這間是日本公司 Coupos Alien Dot 異形狗的造型 我自己都覺得 這隻都比較帥 你看到這些 Batman 如果大家有興趣 喜歡Alien的粉絲 或者Paneta的粉絲 可以上他們的官網 看看 叫做Coupos 它就會有很多 一系列的 異形和Paneta的產品 這隻目測大概 大概是 下彎 去到 二十四吋 左右 我們鏡頭 又一轉 去第二 比較多雕像 這裏 中間 它擺了一個 擺了一個 Sideshow 的產品 幾本Sideshow 你看到 最近 成中葉畫 Banam's 滅霸 記住大家去看 二十五號 四月二十五號 還有一兩個星期 我怕買了優先場 我都 這隻就 爆了單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尤其是椅子 我不知道現場 其實收不收到我的音 我怕 大家聽不到我的聲音 去到Deathboot 另外一個系列 就是 我覺得Deathboot 這個系列 很棒 它動感 是捉得很好的 它的透明地台 我猜是發光的 尤其是 因為 它的肌肉紋 是表達得 特別好的 然後 當然有 雷Deathboot 雷Deathboot 我覺得很棒 它每一個做 例如踢腳 你會看到 它身上 這些肌肉紋 還有 衣服的布料 都做回 給大家 一去跟著 肌肉 那個調蚊 謝謝 收到音 還有 這裏上高一點 很棒 Deathboot的死人頭 然後 這裏有些舊的 Sideshow產品 Spider-Man 和 六摩 然後 我們去到 攀找第二個 大小小的尺寸 的產品 就是這些1比2 之前 如果有上海 secretbase的同學 和朋友仔 已經可以見過了 然後 就去到 這隻 這隻正 這隻 連著旗 我猜到 1.4米 不太高 真的 去到我胸口 那麼高 我還沒看 這些漫畫 我忘記了 這個作者是 Hello Hello 馬創業 Hello Hello 好久沒見了 其實很多公司 簽席鍊 或者其他 日本公司 都有出些 細型 我看了這麼久 最棒的產品 今年的主打 就是 樂印戰士 如果在他們 那麼多款產品來說 樂印戰士 是真的比較 高質素 它的產品來說 為何這麼說 尤其是 它的地台設計 上色 都做到很盡 不好意思 我先扭一扭 鏡頭 尤其是 大家看到 腸的血腥位 它是做到非常之中 真的 只是看地台 你都看幾個小時 慢慢研究 我一會兒會 我會把背多分給大家看 它後面是很漂亮的 但樂印戰士 我自己最喜歡 這個 這個版本 因為鏡頭不夠仔細 你看到 它的條文上 它做了一些黑線 所以 出漫畫 感覺 比較重 然後 也是去到一個 很誇張的 流血地台 慢慢下 慢慢下 然後 就去到 這些了 嘩 看見到 嘩 我的血 真的 買回家 都給了家一隻 娜娜 這次真的 好 然後過完 這隻樂印 有三隻正東西 就是 大家很喜歡的 直裝甲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三隻呢 可能因為我個人的品味 還有一些血腥位 我們做的產品 其實是很難做的 還要做到這麼漂亮 它其實用了很多不同的物料 顏色 去襯托 那你就算看到 它地台下 這些流的血透明 都會比較強勁 那這些呢 就是不說輸的了 我記得這個特別版 是有兩個頭的 還有 胸口這裡可以開 換件開 好 那我另一個背脊給大家看 好 哇 真的 不信心 我不知道左邊這隻還有沒有預訂 現在這隻手指還有沒有預訂 因為我記得都很久之前 好像有70-75cm 狂戰士應該也是這段時間開訂 好了 過回來你就會見到1比3的系列 就是一個just an agent 有很多隻 這些我都不細講 但是去到 還有他們頭雕都越來越好 你知道如果我們玩開雕像的粉絲 買篩操那些經常出過頭雕 都很糟糕 派貨和照片是不一樣的 但是PALMONE好像最近都捉得很好 尤其是WONDER WOMAN 都頗性感 還有兩個上身 給大家金換 還有 其實just an agent 整個系列的底座 除了一隻Original 這隻Batman之外 其實後面的底座 全部都是一樣的 他只不過把前面這個組件換回他們的盒章 只不過把前面這個組件換回他們的盒章 只不過把前面這個組件換回他們的盒章 還有一些很Q版的設計 配合他們的盒章 接著 有Fandom Band 獨翼的Ban 對呀 漂亮 接著 因為我不是超級Batman粉絲 所以我對這一隻 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這隻我就覺得 沒有其他那些那麼漂亮 相比其他攀溫 他有些特別有心做的 貓女 受傷的貓女 玩玩具當然給大家看 他線條也捉得不錯 而且他手上有一顆寶石 對 剛才有Fandom Band 當然有Original Band 很漂亮 但是這一個系列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隻 哇 其實這隻是一對的 除了有冰凍人之外 其實還有一隻Batman 在漫畫裡 對打一個防止冰凍的口裝甲板 但是這次我馬拉這邊 就沒有一看到 對 所以沒有辦法 展示給大家看 我也是看過一次觀圖 這隻最棒 其實呢 你看到他手上高 有他外人 他老婆 就在這裏 他老婆 在這裏 在這裏 好 令他後面一點 他背包背包背包 我才是覺得是重點 為甚麼呢 大家看見到 他這個位 這些雪花 即是他從一個冰桶 這裏存冰出來 連這些細緻位 他也有顧及到 我自己覺得 比較喜歡 對 對 但這些如果是真貼 再貼上去 會更加美 好 下一點點 看看他地台的冰 對 很多死神的粉絲 但是這個補完 還是肥佬 對 好了 繼續過去 看看攀溫 好 這裏 Battle Damage 這些位置 他都特意用了另一面油 去補回那種血 那種感覺 大家都看到 水很棒 然後還有Light Wing Light Wing 然後還有Superman 其實這裏 之前有其他公司 都有推出過 對 亦都是很便宜的 一比六類似 他的造型 的玩具 之前都在香港比價 便宜 我便宜 這個Superman 的造型 接著有個Batman 預備向前的動作 其實攀溫 底座 這些 他都很用心 好 接著就到Wonder Woman Combat版 我就 都一般 這個款 這幾隻 這個系列 我又覺得有點像 Side Show 那感覺 就沒有 另外剛才我說的 那幾隻 那麼重演區 但剛才那幾隻 樂印和強職 真的不一定 Grean Antone 看到這部 我想上一部 戲 是多麼悶 希望新的那套 好一點 這隻Flash 我相信很多人 都上網見過 我自己都挺喜歡 因為很多公司 做Flash 通常 底座 都有這樣平面 所以Flash 就這樣跑出來 但他做了一個構圖 他在這個位置 整個地台 撿了出來 跑 感覺真的是Flash 好了 那這個漫畫版 最後大佬 好 接著去到 嘩 如果喜歡Batman 這個系列 就不能輸了 Bang 嘩 這個1比3的Bang 那 他是有兩個造型 上身 一個就是最經典 擺在頸 的造型 搬著衣服 一個就是他最帥 開手的造型 給大家看多一點點東西 然後 還有Batman 當然 問我這隻Batman 都可以的 但是 我自己 就比較 如果我個人喜好 我推薦 Hot Toy 1比4 但如果你想要1比3 這隻都 一個挺好的選擇 因為他特地 他這些 透明片 中間的位置 他下了很多 令面油 令到盔甲的層次感 突然多一點點 這邊還有很舒服的 貓女 相傳他為了下一套生氣 他接下來會增加 不知30磅至40磅 但是 攀溫廠商 沒有雙頭 沒有他的脫眼罩 他就比較 失色一點點 好了 大致上 攀溫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繼續 去看第二個攀位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哇 攀溫多誇張 是馬拉 哇 還有Deadpool Deadpool Deadpool 在我的左邊 就有 Medicum Medicum 的Berabric 通常這邊 全部都是Berabric 我都 不是說 十分熟悉 所有名字 快速給大家 立一立 的Berabric 這邊Berabric 都比較貴 Deadpool Deadpool 400 這裏是1000 有Andy Warhol 有之前 新加坡 還是馬來西亞的特別版 這隻 我不知道這隻是夜光還是原色 好 先看這裏 我們有其他大的攀位 是更加正的 Berabric 這些就快過了 好 台灣公司 Beast Kingdom 野獸國 有衣服 有小隻的東西 當然是個個在做Marvel 圍繞著無牌手套 好 好 不 你看到 好 好 好的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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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後呢 Beast Kingdom 你知道有多一些Q版的Figures 所以你看到它都圍繞著這次它有一些灰板放在這裏 還未開發完成的產品 還有Eye Will Spiders 我也很期待HotToy的Eye Will Spiders 因為真的很有業務 HotToy的Eye Will Spiders 好了 那我們又快過一點了 這個呢就是它一比九的系列 如果大家有儲開一比九的話 都可以連這套一起入 還有我記得Fist Kingdom的一比九都比較便宜 一比九的系列 一比九的系列 海神有多好心思 再給你兩個效果 你看看 好 接著呢就到最棒的Toy Story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 這個應該是Status來的 Toy Story的Status 我第一次看到 我目測的狐狸都在八幡十八寸左右 接著又接下來有一個磁浮系列 一直都很受歡迎 好 過一點點 好 還有 屎滴仔 唐老鴨 和佛斯冰雪奇緣 的Status 也是 好 接著還有一些它以前的 或者最新的一些迷你的小產品 好了 我們都不再多說了 好 來了 這些公司不知道大家 就比較少見 我也是第一次見的 在馬拉 HMO 我昨天也跟他們聊過 新加坡公司 接著呢 它是一個新加坡外國 和一個香港人一起開的 他們的辦公室都在香港 第一隻 Sleep Fighters 他們的雕像Status 都是亞灣1比4的劇串 通常他們會做兩隻顏色 所以訂的朋友都可以選擇 你喜歡訂有兩隻顏色 一隻就是這個Original Color 嘩 超級出色 你看看 多性感 你看看 好 但是 另一隻顏色 就是這個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顏色 因為 稍後我給大家看 這個顏色 比較燒暈 這個顏色 我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先拍攝 給大家看 行了 咦 我走這個角度 大家看到 很性感 它這個顏色的配色性的眼 好了 過了這個之後呢 就有最棒的 樂客人 Walkman Official顏色 藍色這隻Walkman 其實已經出了 它身上的配件 和裝甲 有某幾個部分 是可以堆拆的 你看到它這裡有分件位 所以這一件可以拆出來 可以看到內扣的 我記得 後面的引擎 都可以亮燈的 好 腳 腳的細緻位 這支棒我真是 不好意思 真的很難用 接著 還有當然是 Zero's 但Zero's 紅色 Original 沒那麼漂亮 我稍後給大家看 嘩 我簡直是 感覺有點像 龍珠裏面的 比達 那種奸 那種 氣勢 聽說 它的屁股 這個胸口 都是可以換件 昨天聊天的時候 但沒有顯示出來 看不到 它就有很多配件 有很多衣服 劍 可以換 還有兩隻 左右手都可以換 那我就給大家看 好 這個就是特別色 軟柱 黑色 Zero 超級 超級 都是20吋 左右 暫時還沒有展示 它的 劍 都透得很清晰 對 地台 有兩隻腳的組件 所以我猜 都應該可以看內扣 嘩 遠一點給大家看 黑色Zero 那個 感覺 如果喜歡Walkman 真的不能輸 有藍色的Walkman 另外 我們先看看背部 有藍色 我剛才說過 它們很喜歡 每一款雕像 都很喜歡出兩種顏色 有紅的Walkman 咦 它的腳拆開了 隔給大家看 咦 不好意思 鏡頭又錯了 好 好 看完Walkman 然後 我沒有記錯 我之前上網查過資料 這隻是牙灣去到目七 應該都預約100cm 一米高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泰國公司來的 是一隻很誇張的 一些自家設的產品 所以在地上 它們的底部 就會踩著一隻 類似狒狗的物體 它就有一把門 這門 我不知道個人的有關 但你看到裡面 它們有三個俗 像鬼頭的東西 我走個遠鏡給大家 你就可以見到 人的比例相差很多 這隻細緻也比較細緻 後面有骷髏骨 原來他踩越兩隻 士兵的猴子士兵 鏡頭有一轉 馬尚風雲 之前有看玩具TV 也有看到 獵豐入魔版 所以 應該這個屬於大貨 因為他到處都有擺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大貨 你問我整隻東西最厲害 始終都是頭髮 真的很漂亮 鏡頭又一轉 比較少 香港很少看到 龍公司出的 猶人 大家上網都知道 都蠻震撼的 我愛浪 一味 他的屬於一比六 大家都知道 這間公司出的 火影忍者的系列 就買得很快 買得很快 好 看完他第二隻鏡頭 我愛羅 當然要看他的 鳴門 Naruto 羅旋丸 影婚生 咱們 鳴點 你的 書店 是 對,這是Band M 除了拿到台外,他最新簽了版權就死神 他這裡就有一些design的圖 發光在這裏 左座 左座下面的base 是大蛇丸 小櫻 還有 飄零死神 我自己都比較期待 這個死神 你看到死神還會有 兩個頭雕 三個頭雕 這隻很棒 正在出斬月 好,我們又去第二間公司 中國公司 Infinity 我沒記錯是中公司 他們也是有 拿了火影的版權 下一隻 就是曉的其中一個成員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木偶那個 然後又是福金戰士Ever 大家熱愛的K.O.F.草蕾精 這個草蕾精雕醬 融合布料和 這個衣服是真衣 來的 手上的火 不知道應該發不到光 我猜 所以它整套是真衣 高61cm 1比4 scale 有草蕾精 有藍 雖然我未見到八神 但是呢 就有 不知火無 Infinity 神話和三個時代系列 第一隻 拿渣 鏡頭的旁邊 就是大聖野 大聖野 大家看看 看到它的運 還有一個小的大聖野 有多可愛 下面呢 這裡有些 添冰 很久之前已經有了 在龍頭上的招運 剛剛最新公佈的 張飛 張飛 最近比較紅 在玩具界裡 尤其是1比6 沒有多少張飛 產品了 接下來還有古天樂 那套新戲 真衣國無雙 這裏有把龍藤亮銀槍 那這裏有把龍藤亮銀槍 然後去到馬超 那馬超 他又是夾了一些真毛 一些布料 去做一個status 的 這裏有把龍藤亮銀槍 接著三角的女角 轉上香 接著這個北歐的神話 下點啦 下點啦 這裏是透明布來的 下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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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看到 你會找到 當中公組 其實是 你會看到 這原本 才是 來自發 比賽 如果你們在馬超過 你進行 初期 你可 看完大陸公司後 大家很少看到的IWOOD STUDIO 巴西公司 Jurassic Park 最經典的 它組成了一個場景 廣暴龍的情景 應該是沒得買的 你看到1比10級的Justin Etern 正義聯盟 聽說在Milicia 都頗受歡迎 IWOOD STUDIO 都出了兩隻大型的雕像 應該都是1比3尺寸 DC永遠都是Superman Batman 然後有Batman Batman 還有兩個半空 好 畫面又一轉了 馬來西亞公司 XM Studio XM Studio XM Studio 有這個 它自己設計改了的 Transformer Obarman 你看到它胸口的雕像 這個位置是會閃著的 它的能量方塊 還有 如果你訂這個雕像 是會送一架車 形狀態給你 當然是不同比例 對啦 但也很有心機 它的底座也很誇張 除了Obarman Prime之後 就是Starscream 聲聲叫 也是 它有自己的設計 但是它在顯示的時候 就沒有亮燈 我不知道它在哪裏會亮燈 還有它也會有一個 飛機的形狀給大家 都是跟Status是不同比例的 都是附件的一個 accessory parts來的 好 XM Studio 都有出的獨憑女 但是這個獨憑女的版本呢 我猜應該是來著我一套 日本卡片 戰國的時候那個 香港人為人熟悉的人 火雲邪神 但是我不明白應該會做這個姿勢 應該做爆火姿勢更好 還有應該是有兩個頭雕的 我估計 應該是有一個面具的 好 Predator 這隻Predator目測應該是1比3來的 80cm左右至85cm左右 都是兩個頭雕 一個是面具頭 一個不是面具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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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後面就做了它的戰利品 你看到它身上的汗水 你看到它身上的汗水 OFO等等 做回給大家的 好 還有它的爪子應該是金屬來的 或者做電動的效果 好少Status Wolf那邊是會這樣 好 那後面就有它的經典的設計圖 它那時候被人研究的時候 那它身上的配件 好 看我的電話關係 它這裏是有水積的 那我拍不到給大家 看 拍到 這隻正 這隻正 Wolf at Wind的話 如果坐一隻 我也是會坐這隻 這個造型 應該是說這個造型 因為我覺得這個造型始終是最經典的 這個造型 然後呢 我們又看回 Pelotor後面的背部 我知道很多男人都很喜歡Pelotor 但因為家裡的關係 都不能入手 我是明白的 好 鏡頭一轉 這款產品應該都沒得買的了 就是 XM Studio的店頭 應該切切擺子 應該都會見到的 就是X-Man 整個隊伍的人在打 我忘了這隻K人叫什麼名字了 這個很巨大的 我走後一點給大家看 你就可以見到那個巨大感 看到嗎 看到嗎 那些女生是這麼小的 我走開 我走開 也好 這個 就是 我走開 過去 先走開 我走開 沒有什麼新產品 不知道為什麼這間工作室空了 還有香港的Bisala Toys 一些膠的公仔 阿修羅 Studio 他們的新產品 如果玩膠的朋友可以支持一下 之前在Toy Show的時候也有看到 但這個是特意放美西亞的一個版本 850元馬子 真的有1700元港幣 這個特別顏色 接著是他們接下來的不動明王 大家看到後面這塊東西很誇張 設定員就不在 所以我們也沒有跟他們聊天 Soup Studio 最近他們在北京那邊有擺展 這邊的位置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我們先進入去 我猜應該有設定員都在這裡 在拍照 我看到一些人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呢 我們先走過去 趁混亂走過去看看這些產品 即將來如果有打 Especially 我們多點而已 �로 medo 的人 請外中 我們吃 maintain 自己做點 有家人 酒 有家人 itive 夫 因為我都沒有玩第三菜 所以大家要自己看 我這個位置都要收一收聲 展場很大 所以我都要走快一點 有香港公司 M3 Studio 如果有熟悉他們的朋友 都知道之前有看過了 有他們小雙俠系列 雷神車 接下來會有之前派貨的V型 打後有60cm的巨靈神 黃金戰士 之前的城中葉華蘇永康 接下來蘇永康應該會有6、7月派貨 前夜井澤就是接下來的產品 內衣教斧 全球限量150隻 還有他們之前的肥佳超 接下來這間公司 我也不知道什麼 看到關公 差一點點裝三柱香 還有兩種顏色的 一個圓色 你看到圖片後面有的 這裡 這個就是青銅色 我自己覺得青銅色很符合 中國的粉絲們 即是插三柱香放在家裡 然後這個是公司名 然後有一些又是北歐神話的系列 這隻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那它的人呢 大家先看看剛才 我先給大家看看 它最棒的是什麼位呢 它下面的蛇 大家看到嗎 好亮 每一個蛇輪 它一踏上去 那些蛇輪更加顯著 就算遠看 這隻很大的 其實牙灣都 它一比四的 但是呢 其實很大隻 你看到遠看 那些蛇輪 都是很彩色的 很棒的 那我有兩隻色的 都是 這隻是插弓箭的 我們是插矛的 也是 很漂亮的蛇輪片 地台 有興趣呢 在這間2C公司 我第一次見 然後它又有其他產品 紅魚魚 還有 還有只買那半空像 都可以 好了 我們又快過了 接著有一關 一些買Crew Toys 的 玩具 進擊之巨人 Power Ranger 我們又要快過了 因為展場太大了 有這個 香港的觀眾 我可以在Hot Toys 都買到的 一個比較貴的系列 原本是 不是做玩具的 那最近 有發展式做玩具 的一個 藏商 Star Wars的系列 那它有些 裝備的 Limited Audition Luke Dijin 黑武士 然後 有些 金屬造的 Star Wars杯 麻幣 是 麻幣成意 就是港幣 大家知道 可以賦到我的價錢 那在香港Hot Toys Toy Hunter 笑蠻都見到的 還有 馬來西亞 Milicia 吉隆坡 然後 還有 Hot Toys POP 很多外國人喜歡的 它又有一個 新的Advangers系列 因為太多人物 這個我也是 略過給大家看 那 放了一隻 Harry Potter 好 好 這邊呢 走完這邊 哇 這個正 看Solo 走完這邊 展會呢 其實展會另外一邊 剛才我們看完 全部都是Band Building的人 Milicia Milicia Here is the event show name 好了 因為這個展會 跟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不同的關係 我們平時做展是在一個展覽館 它是在一個商場 所以可想言之 這個商場是幾大 這個商場呢 我們隔了一個大的兩個area 那這邊呢 就有很多 一樣的動漫的 玩卡遊戲啊 一些比賽的東西 就在這裏 那這邊就沒有那麼多Banding 這邊就全部都是類似 一些玩具 的店舖 分銷箱 去做的 然後放了一個 舊式的MV BMW 在這裏 是買車仔的 是買車仔的 先給大家看看 那些車仔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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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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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